军情时间到 文静来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 本周的环球军情 10月26号 海上搜救具有反应速度快 视野开阔 对海上目标 发现距离较远等特点 夜间海上救护 更是一个难题 在未来海战中 对战斗力的再生 具有重大意义 10月19号至29号 首次由 印尔双方海陆空三军 联合参加的 英特罗年度军演 在俄罗斯的 谢尔盖耶布斯基 249训练场 和弗拉迪沃斯科赫 附近的 日本海水域举行 10月21号 美国海军 最新的远征移动基地舰 赫什尔伍迪·威廉姆斯号 正式举行了 洗礼及秘名仪式 赫什尔伍迪·威廉姆斯号的 满载排水量 高达8万吨 位居全球第三 10月22号 驻海美军 庆上北道新州基地 萨德返岛系统 一座炮台装备 完成临时部署后 运营兵力体系 也以装备完成 至此 驻海美军萨德开始运行 这一周的军事新闻 还是挺多的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那在众多的新闻报道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影 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 比如说 在今年 中国军队就参加了 许多重大的演习 像跨越朱日河演习 火力山丹演习 还有中俄海上联合演习 等等 除此之外 到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等地方 执行护航任务 到海外执行违和任务 等等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项任务 我们也总能看到 中国官兵们冲在第一线 那就是强险救灾 我国是一个 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所以我国部队参与的 灾害的救援 也分为很多种 比如说像地震 泥石流 海啸 台风 等等 那就在今年8月23号 最强台风天歌 从我国珠海市 金湾区沿海登陆 中心的最大风力 达到15级 珠海市区 出现大风 强降雨的天气 全是树导无损 受损非常严重 由于受到高于海平面 近一米的海水倒灌的影响 那部分沿海城区 还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况 这是今年8月23号中午 12点50分 珠海遭遇台风天歌时的情景 马路上随处可见 被台风刮倒的树木 临海的居民区 遭遇了海水倒灌 地下停车场 也瞬间被淹没 导致多名群众被困 台风天歌 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除了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外 珠海的各客运码头 也遭受重创 激进瘫痪 部分客运船舶受损严重 许多游客被滞留 接到救援命令后 南部战区陆军 欧海防旅 五艘船艇 奉命改变航向 执行救援任务 官兵们减少淡水 嘱咐时消耗 直接开赴任务海岛 并陆续接回被困游客534名 人民群众的请求 就是我们的命令 我们把人民群众尽快地接送下来 安定好 这是我们一不容资的责任和义务 今年最强台风天歌 给珠海市 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 全市受灾群众高达64.14万人 死亡4人 受损房屋7074间 损坏车辆4.4万多辆 直接经济损失达204.5亿元 与珠海紧密相连的澳门 也没能逃过此次台风的袭击 不少顽口粗的绿化树木 都被狂风吹断 大部分地区出现停电现象 甚至手机通讯功能也受到影响 8月25号 应澳门特首崔石安请求 中央手次批准解放军 驻澳部队投入救灾 驻澳门部队出动了1000名官兵 投入灾后的各项援助和建设工作 在救援过程中 驻澳部队努力奋战 连续通宵清理街区的路障垃圾 共完成澳门半岛10月初五街 河边新街 高士德大马路 沙里头海边街至提督马路 黑沙环海边马路 至黑沙环新街等 11大区域的灾后清理任务 累计面积约107.6万平方米 街道总长约12.05万米 拮据拉运数目约680颗 运送垃圾约700余车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 才使澳门多个街区的路面恢复正常 驻澳部队夜以继日清理灾区的行动 受到了澳门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更是成为了澳门民众的热议话题 澳门市民不仅称赞子弟兵 是澳门的守护神 还是最可爱的人 在澳门网络直播 驻澳部队协助救灾时 网友纷纷感慨 非常感动 这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中国人 这是一位12岁的小朋友发的微博 他写到解放军来了 澳门居民请记住 在你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 向解放军致敬 这些话戳中了众多网友的泪点 很多网友为他为驻澳部队点赞 我们再来看一张网上的照片 这张照片当中 我们能看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游客正在撤离 而一名身着迷彩的战士 却矫健地冲向前方 虽然看不清他的面孔 但是能感受到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 照片上这名战士的背影 也被网友们誉为最美逆行 有网友留言说 有一种背影叫逆行者 不同的背影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但是他们都身穿一身国防绿 一身迷彩服 在国家有难 人民有难的危急时刻 人们总能看见他们 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这张照片是今年8月11日 在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之后 在地震灾区救援现场所拍摄的照片 那近几年我国发生了几次比较强的地震 比如2008年汶川发生的 李氏8.0级地震 2010年青海玉树的7.0级地震 2014年云南鲁电发生的6.5级地震 还有今年8月8日 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的7.0级地震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发生在我国境内的地震 具有频率高分布广等特点 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 地震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地震发生之后 救援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呢 首先会由国家地震局 快速确定地震发生的时间 地点 震级和震源深度等 确定之后 需要上报国务院通报有关部门 与此同时 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那接下来呢 就要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 开展国家地震救灾应急工作 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 领导指挥灾区地震应急工作 上下通力配合 全力开展 震情趋势研判 灾害调查 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出现 新闻宣传 与舆情防控等工作 根据地震局 以及相关部门 对灾害的具体评估情况 救灾指挥部 会进行明确的救灾力量分配 随着我国防震减灾综合能力的提升 我国的应急搜救能力 也不断地加强 在搜救过程当中 救灾人员不仅使用 人员喊话 仪器探索 搜救权等地面传统的搜救手段 现在也加入了直升机 无人机等空中立体搜救手段 直升机不仅可以空头救灾人员 医疗人员 以及救灾物资等 还可以把伤势严重的人员救出来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在救援的时候 还会及时地进行有效地后勤补给 对救灾的部队人员和灾民 进行妥善的安置 并采取一些救灾的安全措施 防止造成二次伤害等等 现场救灾进展 也及时地向各级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汇报 以便随时地掌握救灾情况 科学有效 安排下一步救灾力量的分配 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地方是需要专业部队去的 在我们国家有专业的救援队 接下来就让我们到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演练现场去看看 这是中国国际救援队重大灾害应急演练现场 接到指令救援队迅速出动 抵达演练地域后 救援小组迅速分析废墟构构造 并利用生命探测仪 千金顶 凿炎机和扩张前等先进救生设备 抢通救援通道 演练模拟的强震 造成建筑物大面积损毁 救援过程还会伴随着余震等危险 随时会出现二次崩塌 但救援队员还是和以前一样 毫不犹豫进入废增分夺秒 抢救伤员 此时此刻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在用生命营救生命 不仅仅是在演习中 在实际的救援中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们 更是不顾一切 今年8月8号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 发生了7.0级地震 中国国际救援队 立即作出响应 赶往地震灾区展开救援 在与抗震救灾指挥部短暂对接后 救援队得知 大约20多公里远的孤岛 熊猫海有约16名群众被困 便立刻前往熊猫海救援 熊猫海位于地震的核心区域 而且还不断有余震发生 被困群众的生命 随时面临着威胁 为了救出被困群众 空中和地面的救援人员同时出动 侦查搜索被困群众的安全情况 以及受困位置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 担任地面搜索的任务 由于遇到了滑坡 去往熊猫海的道路完全损毁 山上还不断有滚石塌方 国际救援队的队员只能徒步行进 同时另一路的直升机在空中发现了被困群众 再往地里飞一点 咱们沿着这条路 再向前一定飞行 下面的群众用一些塑料品 来出了求救信号 并且有人在向我们招手 在奔跑 被困人员的位置 是日泽保护站地区 那里地形复杂 山林茂密 山体左右的间隔 也只有三四百米 对于空中的救援队来说 军用直升机根本无法击降 尽管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 但依然无法实施救援 就在空中救援面临新的困难时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官兵 也面临着无法前进的窘境 要想到达日泽保护站 必须要通过五花海 建筑海 但那段公路都已全部垮塌 即使救援队员能够冒险通过 也很难把被困人员救出来 当救援队艰难抵达建筑海时 抗震救灾指挥部传来消息 被困人员已被救出 但仍然有四人失联 于是中国国际救援队 果断决定留下八人 夜宿在日泽生态资源保护站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救援队其余人员 共分成四个小组 分头进入渣如寺 河叶寨 泽扎蛙寨和树正民族文化村 四个村子 他们分别对村落周边山体 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逐户对老百姓的民房结构 进行安全系数评估 并对伤病员进行医疗救助 当地群众见到他们身上的 国家救援队字样时 不停地说 国家救援队赶来 我们就放心多了 当得知这支救援队是以解放军为主组成时 当地群众更是连连竖起大拇指 除了对被困群众实施救援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们 还先后排查房屋362户 排查评估山体滑坡17处 排查险情4处 发放药品380户 转移居民物资财产100余件 并且还给当地灾民普及了应急避险和自救护救的常识 中国国际救援队这支专门负责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的队伍 还被称为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它组建于2001年 以第82集团军某公化旅为主 同时还配属了武警总医院和国家地震局的部分人员 16年间在汶川 鲁殿 以及尼泊尔 印尼等国内外重大灾难现场 救援队员舍生忘死 为灾居人民抢通了数千条的生命通道 这也使他们被誉为废墟里的红色希望 据于国家地震局统计 中国国际救援队在汶川 鲁殿 州区等国内重大灾害现场 共在废墟底下救出了67名幸存者 清理死难者遗体3000余据 帮助其他救援队确定幸存者400余人 为了练就过硬的救援技术 营救更多的人 国家救援队的战士们 必须要熟练地掌握搜索 针检 鼎称 破拆 照明 医疗等六大类专业技术 以及上千件的救援装备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来了解一下他们的部分救援装备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生命探索仪器 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探测仪 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雷达生命探测仪 它是通过雷达信号和接收电磁波信号 去探测幸存者的呼吸和移动 第二种就是叫做舌眼的搜索仪器 它的学名叫做光学生命探测仪 这种仪器的主体就像通下水道用的蛇皮管 能够在瓦砾堆当中自由地扭动 仪器的前面有一个细小的探头 可以伸入极微小的缝隙去探测 然后将信息传送回来 这样救援队员就可以把瓦砾深处的情况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第三种搜索仪器是具有夜视功能的 热红外生命探测仪 它的这个原理是通过感知温度差异 来判断不同的目标 因此在黑暗当中也可以照常工作 再说第四种 第四种是声波震动生命探测仪 这种仪器它有好几个小耳朵 叫做食震器 也叫做震动传感器 它能够根据各个耳朵 听到声音先后的微小差异 来判断幸存者的具体位置 在救援现场常常出现钢筋交错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要看液压钳的本事了 这种钳子它的体积并不大 但是由于应用了液压原理 一把小小的钳子就能把钢筋一根一根的剪断 可以为营救工作赢得宝贵的时间 那这些救援装备只是一小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可以撑起数十吨重物的气垫 开缝器 钢筋切断器 破碎机和液压钻孔机等等 国际救援队从成立之初的艰苦摸索 到陆续的配起救援指挥车 医疗保障车等等 各型车辆50多台 搜救权40多条 生命探测营救通信等专业救援设备2000余件 2009年救援队以各项指标全优的成绩 通过联合国救援组织IEC的测评 成为中国首支亚洲第二支 具有国际重型救援队资格的紧急救援单位 那这也标志着我国重大灾害紧急救援水平 已经步入世界顶尖行列 完全具备了全球到达快速反应 能够同时执行九个方向的救援任务能力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拥有了更加专业搜救技能和技术的中国国际救援队 也开始承担起世界大国的国际救援使命 中国国际救援队首次亮相国际救援舞台是在阿尔吉利亚 2003年阿尔吉利亚发生了6.2级地震 救援队首次亮相就成功搜救出一名幸存者 成为现场38支国际救援队中第二个发现和确认幸存者的队伍 在随后的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外救援现场 救援队又先后营救出九名幸存者 每一场救援都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2010年发生在海地的8.0级强阵救援 更是让救援队员们难以忘怀 海地是赤道边上的一个国家 当时海地没有和我国建交 国内局势动荡 救援条件十分恶劣 中国国际救援队虽然是距离最远 但却是到达灾区最早的国际救援队之一 海地救援可以讲是在战斗背景下的一次救援 在救援过程中都能听到强炮声不停地在响 当时我们是亚洲第一次到达海地的一次救援队 当时其他救援队都很正经 说你们太快了 说中国太快了 中国的这个速度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强阵 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第一支经过联合国认证 到达尼泊尔地震灾区的国际重型救援队 也是第一支救出幸存者的国际救援队 废墟瓦砾之间 队员们不顾个人安危 钻入倾斜的楼房狭缝 利用一根钢柱支撑努力打通通往受困居民的生命通道 还有队员牵着搜救犬 在瓦砾之下小心地搜索生命迹象 对对直接往上停一停一就可以 在连续13天的救援中 中国国际救援队先后救出两名幸存者 特别是对第二名幸存者连续34小时的营救 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14年来 救援难度最大耗时最长的一次 在开展紧急搜救的同时 救援队员还发现定位遇难者遗体9具 挖掘出三具 帮助抢救物资910一件 累计搜排18个工作区的430处建筑物 尽管当地高温暴晒 卫生条件差 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队也依然连续作战 不仅第一时间设立了中国流动医院 还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设立医疗点 开展大规模疫诊活动 全力救治当地患者 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队 在救援的13天中 共救治埋压幸存者两名 开展医疗巡诊接诊9763人次 有效救治灾民5603人次 向灾民发放及对内医疗保障 卫生防疫等使用药品物资 共计150余万元 防疫洗销面积达23万07百平方米 向灾区捐赠价值122万元药品 耗材47类 使灾情为命令 使灾区为战场 使时间为生命 使中国国际救援队始终坚持的救援理念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使中国国际救援队始终坚持的救援作风 自组建以来 中国国际救援队 以蓬勃的生机和顽强的战斗力 享誉世界 为拯救生命 展示国家形象 增进国际友谊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军在参加国际救援的过程当中 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了 在抢险救灾当中的优势 这不仅体现了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 还体现了我军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展示了我军的良好形象 同时赢得了国际同行 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中国国际救援队正在逐步地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队员们也会面临退役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 都选择到地方的省级救援队 去担任教官 继续把中国国际救援队的经验 技术和精神传承开来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 以北京为起点 画出队员们的去向 有甘肃兰州 江苏南京 福建厦门等等 这个呈现着辐射状的 现状分布图 也就代表着 中国重大灾害救援 主要力量的凝聚地点 而且他们还在逐步地成长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 或者想要给我们留下 您的宝贵建议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我是文静 下周六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